众所周知将卫星成功发射升空 火箭是必不可缺的助手 但是人们不了解的是 在成功发射的过程当中 还有另外一个最佳助攻 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的远望号测量船 就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 无论是神陆飞船的升空 还是北斗卫星的发射 这艘大船从始至终 都在背后默默地看护着它们 据悉我国目前拥有 七艘这样的测量船 而近年来 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突飞猛俊 也都离不开远望号测量船的付出 可以说是深藏功与名 可以说2018年 是我国航空航天业的丰收年 所以远望号自然也在 不断地更新进步当中 最近远望5号测量船 在大改造之后再度远航追星 作为第三代航天远航测量船 期满载排水量为2.5万吨 抗风能力可达12G以上 既有非常好的安全性与稳定性 并且为了确保顺利执行任务 将每10年左右进行一次中修改造 这也是远望5号测量船进行改造的原因 并且在2018年10月20号 在我国东部海域顺利完成试航 这也标记着为期10个月的中修改造 严满结束 远望5号再次出征远洋 奔赴太平洋领域执行海上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 为确保改造后的首次J星任务顺利完成 远望号工作人员 纷纷都自愿放弃宝贵的休假时光 并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任务 为远航5号的胜利出征保驾护航 同样 远望5号这次的改造 为了使船员在长期的远洋生活中更加舒适 船员采用了减震降噪技术 和变风量空调系统 功能也更加齐全及人性化 可以说船与船员之间都在相互照顾 共撑一个美好的航程 我国在航天领域里蒸蒸日上 远望号测量尘也在暗地发力 为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天真加瓦 看到陷入近中国如此的势头 许多外国媒体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 日媒表示 中国无论是在火箭 卫星还是远洋沉上的爆发力 是让世界各国都十分羡慕的 美国的航天员焦立中表示 中国正在迅速崛起 美国或将轮回追赶者